字幕聲稱 老師 你來這裡唱牛仔很忙 歌詞是鄭成功 我是牛仔很忙 孔廟 鄭成功很忙 還有一個比鄭成功還要忙 誰 陳永驁比鄭成功還要忙 多久 陳永驁人稱鄭家諸葛 那他是郑家当时在台湾 最重要的幕僚长 也是他们最好的军师 那当时春宏来台湾 他真的很忙 他除了办教育 还要拼经济 包括樊举 智堂 野言 还有这个佐斯贸易 通通他来处理 而且除了这个以外 他还盖了台湾第一间学校 全台首学 台南孔庙 你知道台南孔庙 外面有一块很大的招牌 很大的匾额写了大大的四个字 我知道 哪四个字 欢迎光临 关东主今天一支十元 全台首学 我知道啦 而且你知道陈永浩多忙 他来到台湾 他办了台湾的第一间学校 全台首学 我们说孔庙里面有一间教室 给学生用的叫明伦堂 那当时规定的年满八岁以上 就要进明伦堂读书 那当然他研读四书五经 那你看他除了 他要办教育 拼经济 他多忙 他要当黑社会大哥 主帮派吗 你看 有道士金庸告诉我们 生平不是陈静兰 变称英雄野王岸 所以他们原来是同一个人 我知道陆鼎记没有讲 反清复明 对不对 讲上马科 偶尔还要帮那个 伟小宝杰海工 海工 跨古绵掌之徒 你看他是创办了鸿门 天地会 然后还要当军师 办教育 搞经济 解读 所以当时台南还有一个习俗就是 据说是天地会鸿门留下来的 在台南高雄一带 我们在祭拜太阳新军的时候 会有非常特殊的祭品 叫做九珠十六阳 你有暗号的 太阳光明 象征的是光复大明 那九珠就是旧珠 旧珠 对 明朝的国姓姓珠 旧珠 那十六阳 明朝总共有 从朱元璋开国到崇祯结束 总共有十六个皇帝 所以叫旧珠十六阳 九珠十六阳 这样也算很聪明 当然 你知道那种 你很难配 你很难去想象 就是古人的创意 对 当年他们就打密码战 菊姓我们刚才在孔庙里面 你有没有看到 结孝池里面有一块牌位 陈首娘牌位 她是谁 陈首娘是 我们说清朝府城 三大起案之一 包括我们说 旅主庙骚金 林头姐 还有陈首娘先生 陈首娘何许人也 那当时府城 有这样一个故事 那陈首娘的先生 林寿 没多久她就往生了 那往生之后呢 首娘当然在家首节 那据说当时 县府衙门的有个宾客 或许是师爷之类的 来到他们家的时候 看中了这个首娘的美色 觉得首娘谁做得不错 对 所以在那时候 她出了重金 希望首娘的婆婆跟姑姑 逼首娘就范 该不会是拍大戒吧 对 那当然这个事情 到后来 当然首娘不愿意 那她的婆婆跟姑姑 小姑就夹保她 那最后甚至把她给虐待而死 那虐死之后呢 因为县泰也收了师爷或者是宾客的钱 所以判她无罪 因此府城有一句俗言 翁天干 看质没看案 那当然后来这件事情引起公愤 所以当时被上传到爆料公社 然后分享瞬间破万 下面还留言 齿文不能成 齿文不能成 并且标注各大媒体 你打算没酒这样乱讲吗 那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啦 因为当时引起公愤嘛 群众包围当时的县府 衙门丢石头啦 那王庭干仓皇而逃 那最后重启调查 就判了婆婆跟小姑的死刑 这件事情在台南引起了非常大的增迹 但然后呢 使作用者没事哦 好 事情不是像说人生的这么简单 看看看看 话说当时的守娘化成冤魂 飘到了大陆去 到嫖客他家 做一次性的见面 人家在家里的鸡仔练得无法吃 害死了所有人一次打爆 做一次都毁毁毁毁 但是事情还没结束 那个时候我们守娘 飘回台南继续扮鬼下的 但好像不用扮 因为他本来就是鬼 那当时台南府城闹得鸡犬不宁 半夜惊叫之声不绝于耳 然后还有很多小贩 他贩卖东西拿到了 赢钱变紫钱 好恐怖 然后台湾府押整个我们说物品飞动啊 吓到没人敢办案 最强增子 你看台湾史上最强阿飘 或者说在当时呢 台湾民众当然也不行了 受不了了 怎么办 所以他们找人帮忙 来 老兄弟 他们找了台南的有应公出来帮忙 跟我们好 结果有应公被永娘打成了福应公 福应公被解决之后 他们又找了跳卡红广泽尊王 广泽尊王跟耸娘也勉强赞成的平手 那怎么办 最后没办法了 请出了我们大慈大悲的 观世音菩萨 那观世音菩萨当然连菩萨都出来了嘛 那大家好好谈嘛 最后达成了两个协议 第一 被我害死的这些人呢 他是罪有应得 所以不应该追究我的罪 第二 我是守节儿子 所以必须将我的牌位 入市在孔庙的结孝池 所以因此这样子 在结孝池里面就有成熟娘牌位 那怪我们现在看到了 鬼怪都要讲什么 阿娘喂 就是为了经典成熟娘 不过我发现台南这边的 贞结之女非常多 是啊 你看包括所谓的舞妃庙的舞妃啦 然后这个熟娘啦 那当然还有台南最出名的地方歌曲 哪首 安平追祥曲 是张歌手张玉霞姐妹 唱着轻坏华尔兹曲风 歌词却聚聚流露 淡淡哀伤 其实台语歌谣 安平追祥曲 描述的是 Long Long Time ago 一位痴情女 恋上负心汉的故事 很多人误会那个 安平追祥曲 她是在讲 荷兰时期的 所谓和聚时期的故事 其实不是 安平追祥曲 她的故事背景应该是在 台湾开港通商 也就1860年之后的事情 那因为当时各国的商船 来到台湾做生意 那一个荷兰的穿衣 跟台湾的一个女孩 谱出一段 异国恋曲的故事 也就说亲美爱情故事 是真人真事改编 事隔近百年之后 做此坏手陈达如 拿到台南音乐家 许时博好的曲 却迟迟听不了词 直到陪老婆回台南娘家 听到地方传闻 有了灵感 安平又在保密楼 在喝酒 那时听到内讲 这个故事 所以她看真的安平来插风 结果今生要去找不到 以前她去过心里了 但是有去问到这个故事 回来之后她就把我写起来 她的妈妈是一个安平 美爱情故事 因为她受到基督教的教育 会告诉她们 所以当这个 卫民领寺冠 的这个医务员 医生 来到这里 帮这夫妻 和搭到这里的外国人看病 听这个 今天这妈妈出来 给人做欢迎 所以我这样试试 只是一国恋 在1895年加我战争之后 有了悲欢离合 台湾割让给日本 金小姐的父亲回到厦门 当时正爆发严重疫情 她的父亲在帮人家 治疗鼠疫过程当中 不幸过世 金小姐的母亲已经 父母亲已经结婚了 可是有了证书 没有办理国籍登记 所以金小姐的妈妈 只要把孩子带回来 带回来 基督教会保护她的信徒 所以基本上这个人家看到 一个安平的家 如果搭一个金小姐的 孩子回来 就开始团了嘛 八卦留言 在安平旧部落区 经过加油添醋 代代口成 成了河岸传衣 十岸中气 结果女儿也面临 跟妈妈相同的命运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外国人 外国人又跟她的父亲一样 无情无趣 徒留助力东西洋行旁码头边 金小姐母女孤独的雕像 以及曾经生活的足迹 基本上他们老婆 我们说那代 可以说是安平才的世家 所以住得住得住家 基本上他们是住在 七条街上 这都是他们的家族 我已经讲得很大胆了 至于金小姐的爱人 哪去了 没有人知道 只知道后来 她嫁给姓陈的人家 后代男的俊 女的美 只是他们对这件事情 都三肩其口 避而不谈 音讯难寻 不过这却见证 安平历史的混杂与多元 在当地确实有着不少混血 王先生也是混血的第三代 当然看不出来很台湾民 但是你看看他的汤 金小姐的金汤 他是在这里 多仅不是年线的 王先生也是混台湾跟古兰的 你说我看他有特征吗 有啦 高大一点有啦 台湾人的基因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身上有汉人的DNA 我们身上有百岳族的DNA 我们身上有南岛族的DNA 我们身上有荷兰人的DNA 我们身上还有阿拉伯人的DNA 不管身上留着哪国人的印记 这一段扣人心弦流传已久的故事 早为安平这个小区 天真浪漫与神秘的爱情色彩